大家好,我是追影,现在进入我们的拳皇97对解说 一笔首发夏尔米,而P是这个八神 来个几分之决,八神跑过去直接被夏尔米来了个四连啊 速度非常快,掉血也相当多这一套 夏尔米继续进攻 再次进攻,被重手挠一下,葵花虚晃 再上葵花,这一次稳稳打中 勾腿,卸风抓起来,重手几分没接上 八神继续起跳,低压制 这个八神打得很热血啊,按勾手走一下 继续起跳,跳C,被原主攻击直接拦截 再次跳抓卸风,重手接葵花,拿下夏尔米 我们来看第二场的比拼 这一场八神打得是非常的猛啊 来看第二场这个一批的七甲射出场 看那七甲射技术如何 八神继续起跳,葵花点起来 速度是相当的快 好,七甲射起跳,卸风抓起,重手 一个梦坎,接葵花 接一个八只女啊 这是今年的白光 八神继续起跳 连续起跳地,跳抓卸风 再次葵花点起来 这个七甲射也被拿下 速度是相当的快 看这个八神能不能穿三啊 看第三场的比拼,这个一批的克里斯出场 这个一批的克里斯出场 八神七甲射,刚才一下 继续按钩手牵制,连续按钩手 跑抓卸风 重手接个八只女 打出重重一击 钩腿再接葵花 这次失误了,确实是一个失误 再次跳抓卸风 回不重手接葵花 我去太厉害了吧 这八神跑抓卸风 再上葵花 拿下这个克里斯 大家喜欢点一下关注 八神这回顺利穿三 不知道 未经许是什么 我为了